OK好,今天要跟大家做攝影安裝分享的是福特的MAX10野馬S550 這台一樣是2.3的引擎,317匹 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因為背景聲音會比較吵 這在馬屋旁邊,所以大家在行兜兜包含 那前面的話呢,安裝好了,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這台應該算是橘色的啦 橘紅色,好 前面的話呢,KT的道路板避震器 有附強化上座 然後理載串的話呢,因為原來改裝 原來的車主呢,車上已經是改裝避震器了 所以它本來附的比較短 所以呢,我們也有附的離載串 也有附離載串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在MAX10呢,我們也有附了一個強化的上座 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藍色的 裡面的軸承呢,是日本KOYO的軸承 那這台車呢,也是可以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一樣,順時針呢,它變硬 逆時針呢,就變軟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做軟硬阻尼的調整 這台是福特2.3 EcoBoost的引擎 渦輪增壓引擎 317匹 一般來說,都會ECU稍微再把增壓值寫上去 所以這台應該有大概360匹的實力 它的防晴感的話,很粗 原廠防晴感 前面的話呢,原廠就已經配應該是對向四火塞 對向四火塞的煞車 這是車頭的部分 這是左前,左前也已經裝好了 安裝完畢 它在MAX10的KT道路板的配置上面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配置180長8公斤 後面的話呢,是配置230長14公斤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配置 這是後面,後面還在安裝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右後 這是原來拆下來的 也是改裝的避電器 原來的話是前漆 後面的話也是14公斤 後面的彈簧呢 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 放在上方 下方的話呢,這個是 這台車所專用的彈簧 規格230長14公斤 那野馬這裡就有一個上座 所以上座是外露室 是在這裡上座 所以阻尼的話呢 從這個上方做調整就可以了 所以就沒有做下方可調機構 因為做了下方可調機構 它的行程就會犧牲掉一些 它的下固定座呢 也很特別 從下方往上鎖兩顆螺絲 這是野馬的後面 這是傳動軸 這是前置引擎後驅 它的煞車呢 前後的盤面 比一般車款還要來的大一些 輪胎的部分 輪胎的部分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後面的話是PD樓 2554019 254019 這是野馬原廠 配備的19吋的原廠規格 鏡頭來遠一點 這是野馬最漂亮的 屁股 再一半 在變性的部分 KT所使用的 裡面的主尼友呢 是意大利IP主尼友 油封的部分 是NOK的油封 那前面剛剛提到過的 有附上座 上座的軸承呢 是日本KOYO的軸承 用料的話都是 嚴選 OK 那這個是野馬 S550 S550 給大家的安裝便器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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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允李 真是 謝謝大家